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赛 就是我们每次输国比赛的时候 都是妈妈一个人要在这里摆盘工作 所以压力也会较大 然后就会变得特别辛苦 然后他还要回来的时候 还要照顾弟弟的 观众朋友您好 您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学校的体育场 没错 我们今天到的是星星国中 星星国中是台湾 在北台湾非常重要的 网球训练基地 我们非常熟悉的 像是詹永然 谢淑为 王宇佐 那么都曾经是星星国中的校友 今天我们在这里开盘人物 要介绍的是刚刚拿到欧洲少年杯 锦标赛冠军的曾俊欣 13岁的俊欣跟他一家人的故事 他之所以带给台湾这么大的激励 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是这项比赛非常的不容易 我们现在所熟悉的 参加过大满贯的 夺魁的 那么过去在年少的时候 都曾经参加过 像是西班牙的蛮牛纳达尔 那么另外一方面 是因为增加四口 由曾爸爸带着13岁的俊欣 征战然后培养他的网球实力 他所靠的是妈妈在台湾乐华夜市 卖糖葫芦 一根一根每天攒下的微薄收入 支撑孩子 圆梦 因此让人觉得非常的不容易 也让人觉得很疼惜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这个家庭 了解他们的奋斗故事 来 曾爸爸 俊欣 欢迎 欢迎 原来 好 谢谢俊欣 让我们打搅你了 把这次俊欣拿到这个欧洲少年北京标赛的冠军 大家都非常的高兴 也因为俊欣让我们更认识这场比赛 是不是一开始先让我们了解一下 参加这个比赛后夺冠的不容易的地方在哪里 好不好 第一个就是我非常高兴自己可以拿下 这个比赛那么大的比赛的冠军 然后第一课就感到非常的有荣誉感 有荣誉感 因为可以为国争光 是 然后就要感谢很多在台湾支持我的朋友和家人 十三队拿到这个冠军 你当初去比赛的时候 我相信拿冠军是你的目标 然后你比着比着 那时候心里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觉得这次自己有机会抱冠军背回来吗 刚开始在参赛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很有机会拿下这个比赛的冠军 然后刚开始因为还不是一场地 所以对自己还没有特别有信心 但可是后来一路打上来就越来越有信心 你觉得爸爸在你身边带给你最大的力量是什么 就是他会时时提醒我一些打球需要注意的地方 让我更有更有那个感觉 对 观众朋友你大概知道 曾爸爸是俊兴的网球教练 体能教练 也是他的防护员 身兼多职 那曾爸爸呢 跟我们讲一下 你陪着孩子参加这一次的欧洲少年杯锦标赛夺冠 你自己在过程当中扮演的角色 然后他的不容易也透过你让观众朋友更了解 因为欧洲这个比赛以往很少亚洲选手可以参加 他是第一个夺冠的 对不对 然后为了这个比赛我们在一年多前就开始做准备 然后我们就尽量把俊兴在国内的排名冲到国内第一 然后我们也去美国佛罗里达做一地训练 为了准备这个比赛 然后我们也参加了当地的一个美国一个橘子杯 这个比赛非常的大 也因为我们参加这个比赛 我们在过程当中打败了去年在法国这个比赛的一个加拿大的选手 他在去年打到四强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大卫才破例 对 让军心有外卡可以参加这个比赛 真的是一个破例 对 好 那我刚刚你提到说这个欧洲少年杯的网球锦标赛 他之所以过去没有亚洲人夺冠 你觉得跟那个体型有没有关系 就在13 14岁这个年龄代的时候 你遇到的选手都是非常人高马大的 这个有关系吗 对 在因为14岁在网球是视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大家会把这个14岁看来一个非常重要 未来有没有潜力 大家会就是以14岁为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 所以法国办这个比赛被欧洲的选手 或者全世界的选手他会视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赛 一个参考值 所以能够参加这个比赛基本上实力都要有一定的实力 梦想中的冠军奖杯到手回台湾后 曾俊欣生活丝毫没变 天天坐在爸爸的机车后座 准时往球场报到 早上下午两个小时练球 一个小时续练 训练菜单即使在欧洲夺冠之后依旧分毫不变 暖身40分钟让筋骨全开火力才能全开 这样重心一点 你屁股要下坐啊 身体要前前 跟着曾俊欣同进同出 老爸曾俊德紧盯着曾俊欣看每个动作是否确实到位 你重心要低一点啊 不要低头啊 眼睛平视 因为这个呢 如果说你姿势不对的话 它效果会差很多啊 对 所以就必须要看守 看守 因为同样的时间嘛 然后你可以做更有效率的事情 再一个 再一个 太慢了喔 这个球可以抽 不要切 曾爸爸强调效率 是因为世界冠军没有特权 小球王曾俊欣回到信心国中 同样得要跟着其他40位的球员 挤在这四面球场训练 球员年龄从国小到大学都有 混搭在一起练习 反而培养出革命情感 嗯 因为我平常练习的时候都跟 那个十七十八岁的练球 所以他们的球就感觉没有那么重 所以就可以主导这个比赛 看得出来就是比以前还要好啊 因为从国外回来之后 又比以前更清楚一点 比较成熟 成熟很多 他的比赛经验也蛮多的 所以相对来讲 他看起来就比较成熟一点 练球环境的缺点也有可能变成比赛场上的优势 但是练习场的水泥地面对每个球员的膝盖来说 还是不小的负担 这是台湾大小球员都会遇上的难题 场地不合格 森多周少 只能自己抓紧每个空档 更有效率的挥拍练习 才可能打出一片天 我应该十三岁就在这里练习 基金这么多人嘛 对啊 然后场地其实也有限 然后因为我们也会出去外面打一些其他的球场 对啊 所以就比较还好一点 我们会分散开来这样 采访当时在遇得正位儿子的训练场地伤脑筋 原本另一个训练基地永和中正球场 由于收入没赚头 老板收掉了拿来盖停车场 让原本局限在小场地的辛苦训练 这下连场地都没了 无疑是雪上加霜 你要去观察对手的动作啊 你要去分析 你要仔细看他击球 他的动作 击球的那一刹那 你要去抓店铺啊 但父子俩没时间停下来找出路 站在球场里 专注力就要提升到满点 切球 近身球 底线抽球 比赛用得到的技巧一直反复练习 为下一座冠军奖杯做足准备 发球它本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 因为所有的每一分的开始都跟发球有相关嘛 发球落点掌握至胜关键 事实上这一次参加欧洲杯比赛的前半个月 曾俊欣在美国接受遗地训练 还刻意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 整个把发球姿势打掉重练 这是一个大胆而且危险的决定 旧的就会有比较多的动作 所以就会变得比较不稳定 在哪边的动作是多的 这里啊 先后退然后再前进然后再下 这个改变是非常重要 但是我觉得它必须是要做的 然后那时候也很真准 因为有一个大比赛 那你到底是要调整 这风险很大 我的那个节奏变得比较快 然后发球的威力变得比较强 但精准度还要加强 好 要低一点 重心低一点 你不要弯背 父亲严格 曾俊欣更是拼了命 身体疲累 大腿抽痛 他也不敢主动提起 要不是镜头发现他的小动作 可能曾俊欣还耐着性子 把自己精进到更上一层楼 酸痛的 酸 不知道 刚刚才拍他一次 好 你一个结起 上来一个结起 你让一下 父亲身为教练 虽然不是百分百专业 但对现阶段的曾俊欣来说 父亲绝对是一路过关斩将的最佳排党 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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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曾爸爸他的 他的这个药林做得很好 他也不会说太急躁 一般的家长自己要带这个球员 都会 急着要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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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快就弄破了 多一点 多一点 父子之间与生俱来的信任 加上一师一友的训练沟通 让曾俊欣从四岁拿起球拍 稳稳地踏出第一步 九年后更扬威法国 而对台湾体育选手来说 都会面临可能面对的困境 他们没有抱怨 反而一步一脚印地 用成绩证明自己 十三岁拿世界冠军 曾俊欣的职业选手生涯 更让人期待 你让电视机前面 海内外的观众朋友知道一下 你大概在过去一年 每天平均花多少时间练习 然后早中晚练习的频率怎么样 让我们晓得一下 一个礼拜我大部分是练习五天半 五天半 然后每天是从早上 九点练到十一点 然后后面下午的时候 就是从两点到四点 然后四点到五点是体能的时间 然后我做完体能 还会再加上伸展 二十分钟 所以每天累积这么长的时间 在中间自己有会觉得 蛮累的吗 就是会觉得很累 但因为这是我想做的事 所以我会坚持下去 我们看所有资料都说 你四岁就拿球拍 我从差不多一年级的时候 就开始参加一些大大小小的比赛 然后就有拿下一些好成绩 所以就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 所以就想要朝这个网球之路迈进 因为他第一次拿起球拍 他自己拿起球就能够打得重球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 然后因为我觉得说 在小学科业压力也没有很重 所以可以培养他第二转场 这次的欧洲杯锦标赛 听说你把自己发球的习惯 全部都改变了 电影机前面有很多 喜欢打网球 看网球比赛的球迷想 充分的了解一下 我们现在先示范的是 修正前的发球动作 对 因为修正前发球的步骤比较多 所以在每个步骤在做连解的时候 如果协调不好 就会发生一些集球不集中的现象 所以整个发球就会有一点落差 像修正前 以前他的动作会有三个步骤 三个 三个步骤 比方说是 我们如果要试图分解的话 是怎么样三个步骤 因为就是他之前的动作 他会有一个先向后 身体先向后 然后一拉拍一个动作 然后再 身体挺压二的动作 然后三再一个集球 了解 对 然后在这个 这三个步骤在连结的时候 有时候协调不好 会造成他发球不集中 那修行 那现在就问我们示范 后来你在欧洲少年北景标赛里面 你所修正的这个发球动作 对 对 所以他后面那个一开始发球 手往后抽 往后拉的动作就省略掉了 看起来 就是他身体不会向后摆 这是你们去寻求专家来看俊欣 在练习的时候 希望能够把他修到一个参赛的最完美状态 对 这个就在我们在法国这个比赛前 大概两个礼拜 要三个礼拜的时候 我们在美国的训练营 然后一个教练 他用视频拍下来 然后发现说他的动作步骤太多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讨论说 到底我们要不要修正 那时候我也很很矛盾 就是说因为大比赛前 一般我们不会做太大的修正 因为会影响到比赛的表现 但是那时候考量之后觉得说 这个对未来的发展很重要 所以我们觉得还是要先做 应该要马上做 所以我们就选择改了这个动作 俊欣这一篮大概有多少个 差不多三四百个 我们算四百个好了 那你一天练习大概打得要进来 大概有三四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看孩子这样的练习 因为你是他很长时间唯一的教练 你怎样去拿捏 就是作为一个父亲 你会心疼他太累 可是作为一个教练 你又知道要把他推到一个练习的极限 他才能够冲上一个想象不到的巅峰 对 怎么样去拿捏 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 他大概五岁六岁的时候 有一次他在打球的时候 可能状况不太好 那时候 还没小学耶五六岁 对大概中班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 就有一点生气 然后就 你啊 对 然后一直送球一直送 然后他还是一直坚持 他边打眼泪边掉下来 但是他没有停下来 对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能吃苦的小孩 对 中间后 任何一次在年纪比较小的时候 你有觉得你爸为什么要叫你练这么多这么年 小的时候就一直觉得怎么要练那么多 但就觉得这也是对我好 因为这样子到以后的时候才会变得更强壮 我在这么长一段时间跟太太在夜市里面每天攒的这个收入 这个中间你怎么样去平衡这个经费 怎么样量落为初 在出发前 就针对这实力进行 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些经费能省的就省下来 然后能够放到他的训练上面 一个月的费用大概是十到十二万 这是纯粹就是训练的部分 然后在注车的时候 我每次的行程之前 为了节省经费 我都会找最便宜的注车公司 然后我不会去租他们的卫星导航 因为卫星导航 因为一天要加很多钱 那你没有GPS 你每次换到不同的地方比赛 对 所以我在行前我都会上网 Google地图然后去做笔记 然后记得有一次 我们到机场的时候 然后之前我已经都做好功课了 路线图都写好 但是因为注车公司的位置不一样 所以我们拿到车出来的时候 就地点出发点都不一样 所以找不到路 所以那时候就想象缓身 请军勋帮忙看路 所以就 所以你是出发前你知道 也看到爸爸就是为了带你出国 然后他做很多很多的准备跟计划 我出国的时候是 还不知道 就知道已经计划是什么了 然后但可是 刚刚说的那个在 我们去机场那时候 我是不知道我爸爸有在 事前先做那么多的那个准备 对 像住的部分 我都会上网去 Price Line 去 逼价钱 就是出价 因为国外的饭店 你就是 你可以上网去 比如说你今天要去 佛里达的西边 然后你就去上网 去找说这个区域 然后我要住几星期的饭店 然后去出价钱 这样可以 这个经费会差很多 那你们父子两人大概都选择 你尽量选择一碗多少钱的 我的标准大概是40块 是一个不错的价钱 对 不简单 很不简单 所以你是 完全是量入为初 对 好像有一个buffet的故事 对不对 对 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我每到一个地方 我都会上网去找 Channel buffet 因为它是比较适合我们的口味 然后你又可以无限量的吃 然后我记得他 印象当中 我带他出国的时候 我都会先去找Channel buffet 然后因为俊勋 他是小朋友 所以他是半价 然后半价 然后小费也少 所以有时候我带他去buffet 我就让俊勋 先进去里面吃 然后我在外面等他 你不吃喔 因为这样可以节省一些经费 所以我就有时候就 请俊勋自己进去吃 然后减少一些开销 对 如果你现在希望能够 帮助他跟上一层楼 再请好的这个私人教练 这个经费大概要多少 教练费就大概要三四十万 哇 那这当中不包含就是 我们出去比赛啊 我们要负担他的机票 负担他的吃住食宿 对 所以这个预算上面 比较不好哪里 是 现在我跟官朋友报告一下 目前赞助俊勋的 当然这服装品牌是只有一个 能够独家赞助 然后球派有赞助 但实际上这些出国比赛经费 比方说曾爸爸今年还要带着他 继续去累积赞赞的经验 那台塑集团一年有四百万 那之前重齐科技有五十万 那这些对于增加来说是有帮助 但是如果继续不断的往职业之路迈进的话 其实还需要更多善的循环 大家重置成城来帮助增加 也帮助俊勋继续努力圆猛 这里是永和乐华夜市后面的小巷子 增加在这边已经住了超过十年 事实上是十五年前 曾爸爸跟曾妈妈 开始在乐华夜市摆摊卖糖葫芦 糖葫芦一串最多就是卖三十五块 那么平均一天生意很好的时候 大概就是卖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串 那么一个月累积下来 所有的收入 在生活开销用个三成 其他百分之七十的收入 全部都要攒下来 供俊勋后来慢慢的出国比赛 各种各样的经费需要 这个量是非常的大的 我们一起进到增加来看一下 那么第一眼看到这个温暖的家里面 最多最多的是什么 当然就是俊勋带回来的 各种各样的奖状和奖杯 哈啰 大家好 俊勋 很好找在那个夜市后面 对 我们进来 我刚刚就说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各种各样的奖状 奖牌跟奖杯 数量你大概没有办法 数得清楚多少 对 没有特别 从几岁就开始 搬第一个奖杯回家 第一个应该是在 大班到一年级的时候 这样子喔 哇 那好多年了 这个很特别 对 我们的记者先前来采访的时候 就说一进门会看到一个 穿 穿线机 穿线机 对 买多久了这个穿线机 五六年有了 五六年了 对 刚刚开始打球 没多久就买了 是 现在平均俊勋你大概 我们讲比赛的时候 还是练习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知道你这个 球拍的 这个必须要穿线的消耗量 要怎么算 现在球拍差不多都是 每天都会断一条 让观众有个印象好不好 光是球拍穿线的这个消耗 如果是在我们国内穿线的话 穿线的价钱大概是 一百五两百公钱 那线的话 可能从两百到一千 甚至更多都有 看线的材质不一样 那国外比赛呢 国外比赛的话 大概一条 穿线的钱大概是 十二块美金到十五块欧元 对 我听说去年 光光是这个穿线的费用 就不得了了 对 基本上去年 每一天大概要断一条线 这样子 光穿线的费用 就好几万块 对 大概是五万块左右 五万块左右 所以后来就干脆自己学了 买这台穿线机要多 五万多块 五万多块 对 俊欣自己现在有学就会吗 我没有在学 因为我爸说我不用学这个 就过好自己打球跟客人商量 因为他本身其实他的时间很少 我希望他能够把他的专注力放在他需要做的事情 他这个比较琐碎的事情就不用他 整个拍子要全部补完 跟穿线时间要多久 我目前的话大概三十分钟以内可以完成 对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需要耐心的工作 好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合适就是 俊欣跟弟弟允帝的书房 好 两个人 一人一边 但是跟一般这个青少年书房最大不同 真是太多太多奖杯了 来这个拿在手上吧 让观众可以近距离的看一下 好 这就是这一次俊欣赢得的欧洲 欧洲杯少年锦标赛的这个冠军 十四岁一下 十四岁一下才能够参加 对 好 所以这个是很高很高的就是荣誉 也是亚洲第一个冠军杯可以抱回亚洲 那在我们所有的这个奖杯里面 你拿到的第一个 第一个冠军是哪个 第一个冠军是这个 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然后拿二年级组冠军 好 那这个是不是要带杯你足足参加了 多少年 几届 参加了九年 总共有七个冠军 两个亚军 两个亚军 在你参加这么多比赛过程里面 比赛的压力 比方像这次打欧洲锦标赛这个 你怎么样去处理压力的情形 刚开始的时候 我对比赛的场地还有那个环境 都还没有非常的熟悉 但到后面的时候就对 因为也打了几场就要慢慢适应 所以就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 所以就比较不会有压力 所以在你打的过程中 其实你心里就知道 这次调试的是最好 输赢这件事你现在怎么看 你才13岁 我是觉得只要把自己过程又打出来 然后输赢就没有什么差别 就是要把自己在过程中要表现到最好 平常看书对你来讲 已经算是一个放松了对不对 因为动的时间很多 静下来看书算是一个放松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近很喜欢的一本书 最近正在看的 我最近正在看这个阿格西自尊 你喜欢阿格西 读到现在你喜欢他的什么部分 我喜欢他 虽然他自己不喜欢网球 但可是他到最后还是继续坚持下去 然后才发现网球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的不好玩 在走廊上的角度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是全家人的爱心 也是俊兴的秘密基地 那你带我们去看一下 好 最新闻的地方就是 他们白天要送我们去上学 然后带我去练球 然后晚上又要工作到很晚 然后回来的时候又要帮我们整理工作 我们说秘密基地就是这里 就是说你家绝对不会有的这个 你怎么会想到在家里装这个单杠 其实这个想法是我觉得 猴子他常常钓单杠 钓树 然后他们的手臂都会特别的长 然后再加上我想钓着 因为重力的关系 可以把它的关节之间的那个 可以拉开一点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 让他可能会有拉高的那个 对 就是纯粹就是这样子的想法 那现在君兴你平均一天要拉多久 平均每天晚上前我都会拉三次 然后都是拉一分钟 一分钟 现在可以大概示范一下吗 会不会也想到他 可以啊 我们看一下在你的秘密基地 有什么练习 所以他每天自己回来 自己会这样练就对了 对 那所以这样前都会做这些动作 好 谢谢俊欣 俊欣我知道你从小就很忌口 对不对 你冰淇淋你有印象吃过几次 冰淇淋超过才吃两三次而已 我现在讲的是四岁以后 他冰淇淋吃过两次 那含糖饮料呢 那些都没有在喝的 完全没有碰 那你们家就做 我们都只能喝水跟果汁还有乳制品 那你们家就住这么精彩 我们就会去那个肉扒夜市后面 所以那些摇摇茶 珍珠奶茶那些 都没有在喝 逼当中不行 没有 你自己有觉得有时候要忍吗 还是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了 想到打网球的乐趣就都可以 我这么多年来就因为都没有在喝 所以也都习惯了 所以就不会说很想要去喝 他蛋白质你怎么帮他补充 像我们在美国的时候 每天每餐之前 我都会先煎一块牛排给他吃 然后再吃煮 这样子 所以饮食对他这个阶段来讲 是非常关键而重要的 对对 好我们接下来就跟着俊欣等等 看他的弟弟有机会加入 还有曾宝阿曾妈妈 我们一起推着糖葫芦车到乐化夜市去看看 好观众朋友要记得是 永和乐化夜市的阿德糖葫芦 就是曾俊英的爸爸妈妈 曾爸爸妈妈的这个糖葫芦摊 摆到今年是第16年了 然后怎么会选择做糖葫芦 因为我想糖葫芦是因为我姐夫她在做 所以她的生意还不错 然后我想说短时间能够 赚一笔资金能够做生意 投入夜市可能是最快的方式 不过现在变得就是说时间变得比较弹性就对了 好我们观众朋友第一次在今天的看板 看到这个的妈妈 那个时候 你有没有想到自己会来夜市一座 做这么长16年 没有 因为一开始有没有 因为等于我们算是结婚后上来的 所以 因为我是中部下来的嘛 所以不适应台北的生活 然后再来第二个 人边人也要适应 然后第三 然后夜市的这种就是双文化也要适应 所以那时候你出来夜市摆摊 然后还有这么长的时间 从下午4点1到凌晨1点 然后你中间适应了多久 你最想放弃的时候是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最想放弃的应该是还没有小孩之前 因为那时候的想法只是会觉得说 我们就是工作赚钱嘛 那因为我们两个平常其实都还蛮节俭的 那屋子上面也没有什么就是额外的需求 或者是欲望 所以在没有小孩之前 我都会跟曾爸说 好 那我们大概几年 我们就要回去了这样 对 我听过也分享一句话 我觉得很感动 你说其实军英这孩子交给你很多 就是比如说像我们 因为一定会有就是自己 不管是工作上面的压力 或是其他的遇到事情 没有办法自己去处理的时候 然后就是 就会想到曾经兴因为他那么努力 然后还有就是那么努力的训练 那么努力的就是比赛 然后在球场上面挑战自己的不可能 对 然后除了他之外 再想到自己的小儿子 因为他就是在他学生的 努力他在他的学生本分上他其实做得很好 然后也扮演好自己家庭一份子的角色 两个小孩子都有很大的定力 尤其是俊欣 他有很强的专注力 你们什么时候发现的 然后后面怎么样 持续的训练跟培养他这个专注力 然后变成一个很不容易的抗压力 我记得妈妈有买一个玩具 给他一个钓鱼的玩具 然后他可以玩那个钓鱼的玩具 玩一整个早上 然后非常的专注 俊欣那时候大概三岁的时候 他就要看到篮球 他就想玩 然后我们就给他拍 拍一拍 他就说他想要买回去 结果我们买回去之后 隔天一大早上他就开始在拍篮球 再隔一天我在帮他数 他可以拍八百多下 所以我就觉得 他的那个专注力很快 所以很高 所以我觉得他 就那时候心里有一个想法 就是他对球这个方面 有某种的天分 就这样短短不到30步的距离 13岁的曾俊欣 迈出亚洲第一步 他创下33年来 亚洲第一次有人摘下欧洲青少年 网球赛的冠军 尤其还是你们自己自尊 因为大队真的找不到我们的气质 甚至他们在小册子上面 都找不到台湾的博士 真的找不到 所以我就从忙碌上抓下来 给他们 从欧洲带回的奖杯 还有半面墙摆着这十年来 参与大大小小赛事的战利品 这个是2013年他打的冠军 但是让父亲曾俊欣得印象深刻的 反而不是胜利的滋味 他比赛输的那场比赛 打了三个小时四十分钟 然后打到第三盘的时候 其实刘欣知道他在场上 非常的拼战 你知道他已经打到就是 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力了 是喔 他已经 那种好像是 用生命来救赛 我那个第一次拿那个很小 然后baby在用的那个球拍 这个差不多是 大阪到二年级 对大阪打球是还有印象吗 没有 四岁拿起球拍 走起路来 还有点摇摇晃晃 但是曾俊欣从国小就知道 这是一条自己选择要走的路 小一的时候 可能还没有那么 就是从这个 网球发展 因为孩子都有去学校读书什么的 然后是后来 成绩越打越上来才 才有比较 知道自己要逃这个方向 逃走 决定了一生的方向 曾俊欣从小就严格的 要求自己生活作息 晚上八点半上床睡觉 童年龄小孩最喜欢的糖果饮料 他全都拒于千里之外 他如果说明天突然放你一天这样 你想抽什么 有想过吗 没有 因为如果没有练球的时候 就读书 然后如果是没有练书的时候 就是练球 但曾俊欣的成熟 不只表现在追逐网球的梦想路上 从国小开始 圣课 练球以外 所剩不多的休息时间 曾俊欣就会到乐华夜市 帮父母清摆摊 卖糖葫芦 对 那个你要先折给我 因为我那个都没有 你折好就放来我前面 我很小 从二年级吧 二年级就感觉到 对啊 只是二年级的时候 就比较没有爸妈那么久 曾俊欣和弟弟就坐在摊子的后面 帮忙折纸盒 爸爸妈妈正在摊子的前头 一颗一颗赚起糖葫芦用的番茄 草莓 分工合作 五块 十块 慢慢赚进了一家人的生活费 还有曾俊欣可观的训练费 但是要培养一位球王 得要卖多少只糖葫芦才够呢 妈妈蔡仲涵坦言说 心里曾经想过叫曾俊欣放弃 但是儿子教会了他 坚持才能成功 曾大部分就会觉得说 因为出国的费用比较高 就会觉得说 如果假设你没有那么坚持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松一口气 就是如果以大人的想法的话 对 可是你又看到他这个样子 就会跟真伴两个人 就你看我 我看你 然后就觉得说 没关系 反正你总是会有出路 训练经费不足 爸爸贼玉德就跟主办单位商量 让他们在旁边看着训练 努力地学 我是觉得自助人助 你必须自己要先去努力 你才能够为自己争取到机会 你才能够为自己争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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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觉得他 那个还要那个跑步 就是我看他以前跑步 都要跑一久 看起来很准 对 这现做的 你吃吃看 他很脆 嗯 那个是35 三串一百 要直接拿着吃 还是包围就吃 口袋不够丰厚 曾俊欣一家四口人毫无埋怨 反而想着要怎么做 才能彼此帮忙 朝共同的目标前进 十三岁的曾俊欣 一举赢得了欧洲青少年赛的冠军 重若千金 因为这个奖杯 不但装满了梦想 还有家人无私的支持 满满的爱 因为现在有了俊欣要出过比赛 这变数非常的大 就在妈妈你的人生角色来讲 在随时补卫这件事情上 对 你怎么样告诉自己 对 其实在家里扮演一个 其实非常重要的支柱 嗯 嗯 应该是说 我的想法就是 家里因为每一个 每一个 每一个角色 我觉得他们都扮演 他们自己角色上面 扮得都很 很出色 甚至就是超乎自己 应该要扮演的那个位置 所以每次这样想的时候 就会觉得自己也可以去学习 怎么样子去拿捏这个角度 或者是角色 怎么样子做得可以更好 更青涩这样 在最近这个农历春节 你们都有休息吗 有 全部都花在孩子的身上 我们这时候会看到一张照片 这个照片勾起你很多回忆 而且是你非常非常珍惜的一张照片 为什么 那时候孩子多小 因为那时候是曾俊欣他还没有开始接触网球之前 然后我们全家人去动物园出游的照片 对 那因为在那之后曾俊欣训练的关系 时间上的限制 还有就是想说能省则省的这种就是想法 所以就变成是 之后就没有再出去有这样子的 全家四口一起出去玩的照片就几乎没有了 对 很少了 然后我就跟自己讲说 其实我们只不过是把人生的那个时间 做部分的调整 然后我觉得以后还是会有机会 以后其实一定可以就是再看到这样的笑容 只是那个笑容之下就没有时间上的限制 然后也没有其他的压力 了不起 了不起的这个曾妈妈 在作息规划上你做过哪些调整跟变化 我记得俊欣从小学一年级开始 他接受正规的训练之后 大概每天都是五点五十起床 然后就去买早餐 然后我骑着摩托车载他到学校 赶着他的早餐就在摩托车上解决 然后六点四十开始训练 然后训练到八点半 八点半之后 我赶着回来接允地 去上幼稚园 赶着九点钟参当幼稚园 然后回到家之后 吃个早餐然后休息一下 大概十点到十点半去休息 然后下午一点的时候就起床 然后带着俊俊去训练 然后训练到大概四点多就回来出餐做生意 然后大概是一点半左右 我们会收摊 然后结束回到家 大概是两点 然后吃个晚餐 然后休息一下 大概都三点多去睡觉 但是我在工作的时候 其实我的心里面是非常地愉悦 非常地期盼 期待 因为愉悦是我可以一串一串堂堂的卖 然后可以赚一些钱 我可以赚钱 然后期待是期待明天早上赶快到来 然后可以带俊俊去训练 然后那会进步 所以那一段时间我是觉得很幸福 我非常地快乐 哈啰 俊欣 这是你弟弟 好 终于让我们看到放学了 我知道叫允弟 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允弟 他现在是六年级就读中山国小 中山国小六年级 然后他的兴趣是打篮球 我听你爸爸说你们两个很少吵架 结果也从来不打架 我们现在就是 他就是早上的时候都不会遇到 因为他要去上球我要练球 但他上完学 然后我练完球的时候 晚上回来差不多就是 可以从五点相处到八点多 八点多 就一直到上房睡觉 我知道你们礼拜六 礼拜天 是一定会来夜市帮爸爸妈妈 折盒子就对了 好 两岸谁折得快 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一样的熟练 你大概平常来帮爸爸妈妈的时间 有多少 平日的时候就是如果 我打完球 然后做完一些要做的动作 然后学校的课业都还可以 都用完的时候 我跟我弟就会出来帮忙 然后如果是假日的话 我们每天都会来 每天都会来帮忙 你觉得你看爸爸妈妈 最辛苦的地方在哪里 最辛苦的地方就是 他们白天要送我们去上学 然后带我去练球 然后晚上又要工作到很晚 然后回来的时候 又要帮我们整理功课 对妈妈来说 俊兴觉得最感恩最感激的地方 在哪里 就是我们每次输果比赛的时候 都是妈妈一个人要在这里摆盘工作 所以压力也会比较大 然后就会变得特别辛苦 然后他还要回来的时候 还要照顾弟弟的功课 跟他的一些事情 不过你们两个也是一天天长大 弟弟今年也要开始读国中了 那你国二要升国三 很快就高中了 也祝福你们快高长大 很快的时候能够独立 然后帮助爸爸妈妈 生活上更多的事情 让爸爸妈妈觉得很安慰 很开心好不好 加油 谢谢 打脚了 谢谢 在经纪人的这部分 其实我们以前完全没有经验 未来因为军心 会走向更专业的网球之路 我们必须依照我们的经济条件 尽量希望能够把它做到最好 军心现在十三岁国二 这在未来要迈向职业 这一段期间很长的路 我们古人有说 树德兼修 所以在你自学的这个部分 你现在怎么样加紧时间来练习 你今天有多少时间会在国外 我会从五月的时候就会先去西班牙 然后十二月底的时候会去美国 去美国 第一个BG之杯 然后我会带这里的课本过去那边阅读 然后就尽量跟上这里的进度 你现在平常自己怎么样的去加强自己 哪一些科目 特别像英文这个部分 我都是读姑姑送过来的英文书 然后就 或者是读这里课业上的英文课 所以在国外的时候 日常生活的一些对话都还可以 你有考虑要帮他找 我们想说经纪人吗 或者什么 就是你面对的 俊兴碰到的邀请 各方面可能会越来越复杂 这部分你怎么样去想象 当然还有就是我们在节目里面 一直提到的在经费的问题 对 在经纪人的这部分 其实我们以前完全没有经验 所以也必须藉由国外的一些教练 我们都参考他们的意见 然后来协助我们 然后未来因为 军心会走向更专业的网球之路 所以我们也必须做更专业的事情 然后我们必须用我们 依照我们的经济条件 去组织我们训练团队 目标是尽量希望能够把它做到最好 有这么多人的支持 还有这么多的祝福 你对于你人生跟网球 你最大的想象跟你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我希望自己以后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网球选手 然后我的目标就是希望成为世界上第一的网球选手 一定可以的 军心谢谢你 曾妈妈谢谢你们全家 军心你已经把台湾带到国际 你们让中华民国的国旗 在欧洲少年杯锦标赛冠军的那一刻 飘扬在场上 谢谢你 我们也给你最多最多的祝福 加油加油 谢谢 曾妈妈谢谢 曾妈妈谢谢 军心今天有这个小小的成就 我想背后有很多人的支持帮忙 像我们协会的李市长 像陈阳大哥 像中级科技郑董事长 还有新兴的教练团队 大陈老师 小陈老师 还有袁教练 李教练 还有就是我们以前 新兴国中的校长 还有我们中正网球场的李建益李教练 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都帮助我们许多 让我们减少了很多开销 所以我在这里 我要非常的感谢他们 然后像曾爸他 就是带军心他们出国的时候 虽然我跟小的我们在这边夜市工作 那我首先我要很感谢我的弟弟 还有外甥 然后还有我姐夫 蔡荣森 因为他们在我工作上 提供我最直接的帮助 然后再来就是很多朋友 甚至是不议事的客人朋友 也都会过来这边帮我加油 打气 还有捧场 真的很感谢你们 真的